6月16日晚 2019洛杉磯与电影共舞电影节 聚焦中国电影单元颁奖典礼 在好莱坞阿瓦拉剧院隆重举行 中国台湾著名演员归亚雷 荣获终身成就奖 电影最后的日出 成为最大赢家 获得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 担任当晚颁奖嘉宾及表演嘉宾 有好莱坞大咖音乐家 艺术家及政界人物 包括金马奖导演杨敦平 好莱坞制片人 美国国际新闻电影协会主席 Harson Eagle 好莱坞影星 聚焦中国电影单元 夏威夷地区推广代表 夏威夷县宪宪宪政委员 Bab Jekobosan 西好莱坞市前市长 Steven Mark 摇滚歌星等 电影《疯狂的亚洲富豪》主唱 Cherry King 绕舌歌手Sherent Mark 以及中国歌星 曾获中国CCTV新光大道 年度总冠军的金美儿 也参加了当晚的表演 推出和选拔优秀的独立电影 是洛杉矶与电影共舞电影节的目标和原则 电影节中方合作单位 Vanning Group打造聚焦中国电影单元 就是推动和提高中国电影的发展 特别是为中国年轻的电影人建立施展艺术才华的平台 今天的颁奖典礼 对我们在好莱坞有颁奖典礼 是希望鼓励更多的年轻电影人和中国电影人 做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们是非常鼓励 这次呢我们是带来了十几部 初选了是五十多部电影 入选了十几部电影 然后他们是有非常有创意 有想法 画面很美 中国的青年人会到好莱坞 有更多的机会去向这些著名的导演 编剧大刊们去学习 获得无数奖项的台湾著名演员龟亚雷 获得终身成就奖 龟亚雷在获奖感言中表示 聚焦中国电影单元 为年轻人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做了一件好的事情 同时也让他感到所获得的奖项中 也承担了很重的责任 他希望有机会与中国年轻人的电影人合作 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电影进入好莱坞 获得最佳影片奖的电影《最后的日出》 导演任文还获得最佳导演奖 女主角张岳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杨蓝的《朝圣者东八》获得最佳短纪录片奖 黄毅的《梦归处》获最佳短故事片奖 包小庚的《大合唱》获最佳纪录片长篇奖 佐治国的《云雾笼罩的山峰》获最佳原创剧本奖 学区房72小时中的演员 管轩获得最佳男主角 学区房72小时中的演员 徐姓获得最佳女配角 云雾笼罩的山峰中的演员 王海涛获最佳男配角 华夏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